科考队从南极冰川挖出一具大型冰棺 而这具冰棺里惊动着一只外星异形 人们围住他不敢靠近 可偏偏有人胆大无比 他拿出电钻直接在冰上凿开一个小洞 从外星异形身上取下一小块冻肉 人们兴奋无比却不知冰棺正在融化 冰面也出现裂纹 有个黑人小伙上前查看 结果冰棺乍然破裂 外星异形一跃而出 很快便消失不见 怪物逃出屋外 躲进角落伺机而动 等所有人抄上武器出来搜索时 有个倒霉蛋被怪物盯上 他触手一声 瞬间刺穿男人胸口 然后拖住他一口吞入腹中 其余人急忙赶来救援 可开枪只会更加激怒怪物 所以他们只能点燃气油 一把火将他烧死 随后人们把怪物搬回实验台 他们剪开一型尸体 就看见同伴瞪着双眼躺在怪物腹中 恐怖的是他们血肉相容 男人身上竟长出无数血管 似乎在为怪物提供养料 古生物学家凯特 从中夹出一块太制夹骨板 这原本是安在男人胳膊内 现在却被怪物排出体外 更可怕的是 当凯特抽取男人血液后 他在显微镜下清楚观察到 这些细胞依旧存活 并且还在不断变异 紧接着怪事频发 凯特又在洗浴间 发现几粒带血的淫拱 这是牙齿填窗物 怎么会掉在地上呢 凯特隐隐嗅到危险的信号 然而不等他发出警告 最有驾驶的直升机便出大事了 一个男人正说着话 他的脸却突然裂开 然后胸膛也瞬间破开 原来他的身体早已被异形侵袭 变异的怪物发动攻击 导致直升机不幸坠机 凯特很担心 他怀疑也许还有其他人被感染 此时另一个女人 偷偷找到凯特向他告密 因为他发现有个同伴不太正常 于是凯特连忙去藏车钥匙 他不能让怪物活着离开基地 可就在这时 站在他身后的女人 悄悄朝他伸出魔爪 原来异形竟然是他 凯特吓得推门就跑 异形紧跟其上 他出手速度极快 一个男人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哭倒杀害 由于异形存活时间不长 所以他必须不断寻找新宿主 此刻他正在清醒男人身体 这给了其他人反应时间 他们扛出火焰喷射器 一把火将异形烧成灰烬 就在他们火烧怪物时 坠机的两个队友平安归来 但大家都怀疑他们 可能被异形感染 于是只好把两人隔离在仓库 凯特趁此机会 提议所有人抽血检测 逐一排除潜伏的异形 大家表面上一致同意 可背地里不知是谁 一把火点燃了实验室 直接把工具烧了个一干二净 看来异形非常聪明 但凯特不甘心 他想起被怪物排除体外的 太制夹固板和银拱 立刻明白 异形并不能溶解无机物 于是他开始一个个检查 队友牙齿 在排除几个有补牙痕迹的队友后 现在就只剩下四个 牙齿完好的男人 可谁也不愿承认 自己就是怪物 他们发生激烈争执 与此同时 被关在仓库的两人 挖地洞逃了出来 他们手持武器冲进房间 为了活命 他们开始自相残杀 在爆炸声中 怪物再次现身 这次是一个男人 他左手突然断裂变异 直冲胖子面门袭去 原来怪物还会分身成小蜘蛛模样 分头寻找新宿主 凯特等人吓得目瞪口呆 但很快异形又变异了 他从胸膛伸出触手 肆意攻击人类 成功击倒好几个人 然后迅速爬在一个男人身上 两副身躯 就这样慢慢融为一体 而其他被怪物击中的人 也开始纷纷变异 见此情景 凯特连忙举起火焰喷射器 对准变异同伴疯狂喷火 房子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怪物才终于被消灭 此时现场只剩下三个活人 但其中一个已经被感染 他趁人不注意 开上雪地车就往外冲 凯特两人见了 立马追上去 因为一旦让怪物逃走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们一路追到外星飞船 正是发现怪物的第一现场 看着撬开的舱门 显然怪物已经潜入了机舱 凯特想追 却一个不小心坠入涡轮间隙 等他苏醒过来 就看见可不易行迎面袭来 他夺命狂奔 可算逃进一个怪物 够不着的角落 幸运的是 旁边正好掉落一枚炸弹 凯特小心翼翼伸手去够 又被突然窜出的怪物拖住双腿 怪物张开尖牙利嘴 就想吞噬他 结果误吞了炸弹 当即被炸得四分五裂 凯特终于和同伴逃出升天 但基地已经烧毁 他们只能前往最近的俄罗斯营地求救 但就在出发前 凯特乍然注意到 同伴的耳环不见踪影 就连耳洞也莫名消失了 糟糕 竟然连他也被感染了 凯特忍住恐惧 假装说去拿装备 一反身却逃出武器 超男人喷去 果然 怪物在火焰中被烧出了原形 而凯特直升一人 开车离去 但厄运并未结束 时隔多天 当搜救队赶到基地时 这里遍地狼藉 地上还躺着奇怪的尸体 突然一只雪橇犬飞速串出 他带着变异病毒 正疯狂往下一个基地分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